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来制作抹茶牧师 这次我们抹茶牧师的材料大概在桌上 我一样一样来说一下 这是我们的鲜奶 等一下我们要加热的 我们先放在上面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吉利丁 吉利丁片 我先把它拿起来 它现在已经泡软了 好 这是我们的吉利丁片 这个是我们打发的鲜奶油 动物鲜奶油 这个就是我们蛋黄两颗 这里就是我们的糖跟抹茶粉 等一下我们的制作方式很简单 我们等一下还需要一点冰水 等一下要让它降温的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这个鲜奶加热 加热等它让它沸腾之后 我们来加我们的糖跟抹茶粉 这个时候我们先把它拌鱼 其实这个木石的制作方式很简单 最主要就是我们靠吉利丁的动物胶来凝固它 凝固它之后 我们等一下灌磨 那它冷了之后 最后等它已经凌固了 我们再来做最后的装饰 冰块有准备 像我们做的木石 尤其是抹茶木石在夏天 比较受女孩子的喜欢 因为它这个蛮清香的 这个抹茶的味道是余味会越厚 会越纯 当然如果说你的 你要让它口感更好一点 那相对来讲 你在这个地方加的鲜奶 甚至可以把它 再加30%的动物鲜奶油下去 那口感会更好 在这边 加30% 加30% GENGER OK 伸開 等一下我们这个是要降温的冰块 我先放这边 几花带拿一个给我 他很快 等他我们就是等他沸腾 他很快 好快了 这已经快接近沸腾了 这已经快接近沸腾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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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